张张 你怎么在这儿 慧世哥 来不及了 别愣着了 赶紧走 我老婆漂亮吧 老婆 还是老样子 二十分钟我帮你发完 你请我喝东西 二十分钟 这么多传当物 一下午都发不完 你二十分钟就能发完 又说 我为什么要说 移动互联网时代都有算法推送 我设定好关键词 加上我的破解 一定能吸引来人人 你这熊 魔方 来 开一套 想看更厉害的吗 请领传单 好好好 好 都发完了 嗯 辛苦了 喝点水 奖励你的 奖励你 认识我来了 姓郑郑 三点了 我认了重要的客户 你先拿着 喝点水 我今天没有要它的联系方式 宝慢生物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眼熟 正正 昨天怎么那么巧遇到你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昨天任务没完成吧 美丽姐 昨天的传单 我已经都发完了 你骗鬼啊 那么多传单 说发完就发完啦 我 都发完 走 来 今天天气真好啊 像做梦一样 在公司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我帮你出头好不好 你一个小孩儿帮我出什么头啊 再说了 我要是不发传单 怎么跟你重逢呢 也是 所以啊 生活中呢 不管是大事小事 好事还是坏事 都值得感恩 姐姐 下班我来接你好不好 好呀 姐姐带你去吃好吃的 不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走吧 张正 你怎么还是这么淘气啊 看这里 还记得吗 加油 加油 走 我当然记得啊 我要谢谢你 盈盈 盈盈 没大没小的 叫姐姐 这么贴心 现在我是真的相信你长大了 我本来就不像 我认识你的时候呢 是两年前 那个时候 你才八岁 那个时候我已经十八岁了 是啊 十八岁被退回你的小片儿 我们收购宝漫公司吧 你一向对生意不感兴趣 怎么突然有这想法 全发出去 杏总 我们太野餐了 我今天特意去实际考察过这家公司 很不错 很有发展前途 倒不是什么大事 爸出国前本来就有收购互联网深入公司的意向 那收购后交给我管理吧 我跟爸说一下 你该不会是看上那公司里哪个小鬼吧 爸出国前可交代过了 好好学习不许谈恋爱 放心吧 哥 我只是为了学习 学习 兄弟 你等女朋友啊 你呢 我等我老婆 我 音音 张张 你怎么在这儿 灰西哥 来不及了 别愣着了 赶紧走 我老婆漂亮吧 老婆 我们厂的车 我们厂的车 快 借 喂 你爷爷病了 让我叫你回去呢 抓紧时间 赶紧走啊 行 你在楼下等我 我把工作交接一下就下来 我把工作交接一下就下来 实话不好 实话不好 吓着你了 灰西哥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 这又啥不合适的 欠你的钱 我会很快还给你的 搜索这辆车经常出现的地方 选取停留时间最长的位置 有了 爷 你怎么喝上茶了 这是洗脚毛巾 爷爷 爷爷 你怎么样啊 痒不严重啊 我走之前想让你成个家 爷爷死了也瞑目了 爷爷 你说什么呢 你好好养病 爷爷 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了 明天我就给盈盈去领症 这么一冲洗 你的病一准就好了 爷爷 你好好养病啊 我不喜欢欢喜哥 我不会跟他领症的 你还假的 欢喜这两年 对你多好 咱可不能忘文敷义 你不嫁给他 嫁给谁啊 嫁给我 你是谁啊 姓郑郑 爷爷好 你好 你好 请 给我咋喊 刚刚 给我咋喊 郑郑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 就跟我来看看 爷爷 你怎么还有男朋友啊 我没有 我们正常都怪你乱说吧 我这回是帮你了 我这回帮你 谢谢大家